這場台中蒲園交手富邦勇士的比賽 是年度最佳洋將陶思 熟度對決老東家 開賽馬上用這季中距離打板 正名身手 加上林金榜接連在外線開炮 個人獨拿七分 防止蒲園掀起十五比四猛攻 而且防守跟還有李奇薇 鞏固這季超大號火鍋 首節衛冕軍二十二比十二 建立雙尾數領先 但到了第二節 豪帝林書偉熱擊完畢 準備帶頭幫助富邦勇士 急起直追 切入進去的跳投 不只進 還要到犯規完成三分打 一口氣連拿五分 但這時候蒲園這邊 有人跳出來 蔡文成妙傳給籃底下的曹四 拋頭得手 齁齁 這位最佳洋將 還白出射擊收視獻給老東家 火藥味十足 讓比賽更具看頭 還有不得不提化身神偷怪盜的蔡文成 超節快攻一手包 半場貢獻十二分四超節 讓蒲園帶著五分領先進入下半場 儘管艾爾貝倫苦苦追趕 但蒲園這邊有人求勝心非常強烈 是誰還用問嗎 當然是陶思 進區移住晴天 還送上妙傳 給到本土洋將蔡文成 N1 接著下一球換陶思自己來 背框單打轉身跳投 動作一氣呵成 不只順利吃掉Baron 還讓哨音響起要到三分打 不過富邦補放棄補放手 決勝節再掀起猛攻 在張宇林投進這個三分蛋之後 追到一分差 但蒲園也馬上用外線還以顏色 雙方互不相讓 豪帝林輸櫃當然要跳出來 加上留聲耀埋伏在外線開炮 有囉 決勝節最後一分鐘 雙方又剩下一分差距 獨秒階段把球給誰 給L Barron 外線切入進區拋頭 富邦逆轉戰局 Baron攻下全場最高二十八分 就是這球最關鍵 但不要忘了 蒲園這邊由蔡文成 雖然一度差點掉球 但蔡文成忙中仍舊有辦法投進 這顆中距離 完全展現本土洋將價值 加上留聲耀最後四秒鐘的外線沒進 中場蒲園就在一片驚濤駭浪裡 金線以七十六比七十五守住勝利 送給富邦勇士首場敗仗 外體育新聞中所報導